来自台东的台湾族编舞家布拉瑞扬 今年回到家乡在台东糖厂仓库成立舞团 黑木当天举办布拉开门活动 吸引了爆满的观众入场 包括编舞家周舒逸 歌手胡德夫、张璇、桑布尹等人 都上台表演给他支持 四年前他在美国林肯中心的演出 谢幕的时候 布拉瑞扬就许愿 希望未来谢幕的时候 拉的手是部落孩子的手 布拉瑞扬银行存款零 但是他在台东勇敢实现梦想 让想跳舞的孩子再也不用迪香背景 户外有绿荫大树 跳舞用的把杆 静静处理在广阔的绿地上 这里是台东糖厂 原本挑高建筑与黑色墙面 就是排练场的绝佳空间 大家说我是傻子 或者说很勇敢 但是我觉得祖灵 或者是我自己在想说 也许他在考验我 2011年 编舞家布拉瑞扬在美国 替马莎格莱姆舞团编舞 演出结束后 他与外国舞者一起牵手谢幕 有一个念头涌上心头 就左右编两边舞者 如果是我自己的舞者 那是原住民的孩子的话 那应该很不一样 布拉瑞扬的梦想 是要打造一个舞蹈基地 让爱跳舞的原住民孩子 在台东就可以跳舞 2015年2月27号 布拉瑞扬在台东的根据地 正式开幕 舞团在开幕这天呈现作品 舞者 布拉瑞扬一直想回台东 他说三年前编这支舞 让他更坚定回台东的决心 我开始接触原住民的舞者之后 我后来发现一个很可贵的东西 就是说他们没有像我这样 受过学院派的身体的训练 但是他们的那个身体的呈现 是这么的纯粹跟真诚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渴望 那个渴望是他们想要跳舞这件事情 反而会让我觉得 那个东西已经很久没看到了 所以我的责任不是要去破坏 他们原来的那个东西 而是如何让我学的东西 跟他们原来有的那个东西 然后放在一起 他们也让我想到以前的我 就会更有责任觉得就说 我多么希望可以自己能力够强大 然后让他们相信 如果你想跳舞 你一样可以养活自己 然后照顾好自己 甚至你可以照顾家里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地方 不拉的好人员开幕活动 吸引了满座观众 好朋友们也用行动支持 金曲奖得主胡德夫 张璇 桑布依 编舞家周舒逸一等 都登台演出 他回到家乡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 回家或是栖息的路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很小的 即兴的演出 布拉瑞阳身上没有积蓄 成立舞团是一个傻瓜的毅力 朋友们帮忙铺地板 装音响 云门无极提供家具 让他的梦想逐渐成型 甚至连老天爷也来帮忙 我们需要好天气 他就太阳给我们 我们需要雨天 因为我们要测试这个房子 会不会漏水 他就下雨 就像奇幻之旅 就是你不是你预期的 然后也促使你 布拉 你做了这个决定不是你 也让我更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台东人多渴望 也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来作为分享的创作 或者是让孩子有学习 很好的舞蹈环境这样 所以那样的给予和付出 这是我过去没有 很少有的 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每一个人的爱心 跟信心跟相信 而农历年前的舞团征选活动 更大大振奋了布拉瑞扬 因为吸引了不仅全台各地 甚至连澳洲跟香港的舞者 都来征选 就像我母亲说的嘛 你选择回来 那谁要跟你跳 台东有舞者吗 那其实我心里面也就很兴奋 但同时其实也很紧张 但是这个让我很大的鼓 你知道就也一直就说 这些人选择搭飞机的坐车的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找到一个 一样大家都为了只是一个 希望有跳舞的地方 布拉瑞扬打开舞团大门 在台东种下舞蹈的种子 让原住民舞者 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 实现跳舞的梦想